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染疫死亡的病例增加武力 你也看到联合报今天两岸版的标题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大陆他们对染疫死亡的定义 非常非常的严格 严格到一点 大陆有14亿的人口 国土面积这么的大 服务员这么的大 是一天之内因为染疫死亡的才武力 这种数字实在是令人遗憾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当大陆 因为我会去追一些大陆的直播 最近看好几个直播的直播组都养了 他们的养不是写阴性阳性的那个养 他们都写喜羊羊的那个养 养妹妹的养 他们都说他们养了 那好几个直播组都确诊了 这个整个疫情在大陆的这个解封 那我在YT也看到一些这个他们拍的影片 比如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 我看了几个影片 这个YT的影片 他们叫做视频 那个就我们讲的影片 这个其实很多很多梗都是重复的 就是这个整台捷运 就他们叫地铁 没人 然后或者这个卖场 好像上海的东方民族等等 就是这个空空荡荡等等 这个大陆的解封 他们的这个新十条 从12月7号到现在 这一转眼也 怪怪也两个礼拜 这个两周了 这个对大陆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北京领导当局就是习近平他们呢 我从台北这边看 从台湾这边看 我实在是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看不懂 也看不到 我看到的都是很片段的东西 那没有看到看到全貌 那看到大陆的疫情 这个 当然这数字我认为是假的 这显然是假的 怎么可能这五个人 这个 那这也是大陆的事情 这我们也 我只看了觉得遗憾 就说希望大陆的朋友 这个 有很多连这个药 药都买不到 这个医院都大排长龙 那他们就去买那个抗原 他们的抗原就是我们的讲的快塞 他们要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 没有在做PCR 他们核酸检测已经不做了 那想去买个这个快塞买不到 到处的这个缺货 当然这是 你 国土面积很大 然后人口很多 那你当初的备药 跟这些相关的配套没有准备好 那你 封 封这个封城 这个 静默管理 两年多 你说开放就开放 就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 我没有幸灾乐祸 但是我也爱莫能助 这个 也不晓得怎么办 希望大陆的朋友 这个 渡过这次的难关 事实证明 这个 我很早以前我就讲过 我说 从整个COVID-19的疫情来看 我认为美国是 这个 太松 所以目前 在WHO统计的 全世界燃疫死亡最多的 还是美国 美国一开始 放得太松了 然后大陆是 这两年多以来 太紧了 然后你 你 管控这么紧 然后突然这样开放 然后就造成 现在的这个状况 这个 好 这个 大陆的朋友 加油 希望你们能够 这个 大家能够 这个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国防授权法 来那个 给我吴亦农那一张 这个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我们台湾的媒体跟专家 又被骗 我为什么讲又被骗 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 在美国来讲 它是每年会推一次 已经好几十年了 这是美国国会的 他们的SOP 就是 有一点点那种 我们以台湾来讲 有点像中央政府 总预算的味道 那这个 因为美国的政府支出 它会有跟国防有关的 跟国防无关的 那很多的分门别类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说 我们又被骗了 因为美国经常拿这个来骗我们 就是他骗你一次 你觉得 他每年都骗你 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 我是从 我跟各位坦白 我是从蔡总统上任之后 我才开始关注这个 所谓的NDA 这个国防授权法 以前我是没有在看这个新闻的 那包括这个军售 以前在马总统时代 那个军售的新闻 我也不太看 我是从这个蔡总统就任之后 我才对这个美台军售 比较有兴趣 因为那时候 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的 这个 这个圈圈叉叉 因为川普是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他 那从我开始关注国防授权法 因为他每年会一次 美国的财政年度 每年每年这样子推 我发现 每次都骗我们 骗了好几年了 所以我一直很纳闷说 为什么会 一直被骗 这个很奇怪 然后呢 上个礼拜 我跟国民党的 猛民代这个 同台录影 那聊着聊着 就讲到台北市立委的 这个补选 他说吴一农有国防专业 我是有点 我是觉得有点遗憾 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标准的人云亦 那吴一农有什么国防专业吗 比如说你讲我好了 你说陈辉文有什么国防专业吗 没有 我陆军的这个预官退伍 我是一个少尉步牌 那你说 这个叫我这个打野外吗 我也不会 我下过基地 我去参加过汉光演习 然后呢 这个 我在新兵中训练中心 你说我有什么国防专业 我几乎没有 几乎是零啊 这我拿 我拿什么 我就当个 就当个大头兵 当了一年十个月的这个 预官 其实 所谓的军事专业 真的摸不到边了 那你说吴一农有什么国防专业 我也看不出来 所以你看到吴一农就是 那这很标准的 吴一农只是一个代表 就说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是就我刚讲的人云亦云 包括我待会跟你讲的这个狗仔对劲 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 人家讲高宏安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我是觉得很无奈跟悲哀 因为你就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美国这个 像吴一农这种的 他昨天讲 昨天他就公开讲 我昨天就想骂他 结果呢 他今天在友台的专访又讲 那这种就是很标准 就是新闻写什么 你就以为是真的 我为什么昨天批评联合报 联合报写郭台铭的新闻是真的吗 联合报写高宏安的新闻是真的吗 我现在都会打问号你知道吗 只要联合报写到跟郭台铭高宏安有关的新闻 我都会带有色的眼镜来看 因为联合报太偏了 联合报一点都不公正 联合报遇到他喜欢的人 他就是像那个 那个PC用的老板 大家记得吗 詹红志 你记得那个林秉书不是 这个对高家瑜动出吗 那林秉书呢 之前去拍这个詹红志的马屁啊 他不是只拍詹红志啊 他拍了很多民进党像什么段仪康啊 民进党的那些女立委什么的 点点点啊 那我就不点名了 那后来林秉书这事情曝光啊 段仪康 詹红志通通被扯出来 詹红志就说谎啊 他第一时间就说谎啊 可是联合报连詹红志说谎这五个字他写不出来 因为联合报跟詹红志很好 所以说谎这两个字他写不出来 他只要去瞎掰 联合报的报格是什么 你跟我很好我就我要偏袒你啊 我要保护你啊 因为你跟我很好啊 我要帮高宏安拉票 我新闻就乱写 我社论就乱写啊 那你这是什么媒体呢 你不是在为人民服务 你是在为你的朋友服务啊 你服务的对象是权贵啊 读者的权益不重要啊 反正你们就看假新闻就好了 那看得懂得很不多啊 你们就被骗就好了 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吴义农跟其他的一样就是以为五年会送一百亿 这边我特别想到这一百亿美金啊 以为五年要送一百亿美金啊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啊 哇美国要无偿的送我们五年一百亿美金 看到没有美国对我们多好啊 一百亿美金三千亿台币啊 美国对我们这么好吗 吴义农他就认为说 这个是台美的实质合作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美国要无缘无故的送我们五年一百亿美金呢 我们是乞丐吗 我们这么多外汇存底 我们在乎那一百亿美金吗 我记得我们外汇存底有四五千亿啊 美金哦 我们有在差那个一百亿美金吗 各位朋友我昨天跟帅将军请教 昨天非常开心跟我们的帅化民帅将军这个同台 但是因为后来节目时间关系没有没有时间让帅将军来这个这个指导我 五年一百亿美金等于是一年二十亿美金吗 平均来讲一年二十亿一年二十亿美金台币大概六百亿啊 六百亿 一年六百亿的台币是能买多少军火 就我们就拿乌克兰战争来讲了 你看乌克兰战争你打到乌克兰打到那些西方盟国都都没钱了 军火都被他打光了 他就是在跟俄罗斯打消耗战吗 你射我飞弹我也射你飞弹 打来打去死的不是乌克兰人就是俄罗斯人了 不死的一定不会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没有参战了 那我请问你 平均一年二十亿美金 一年六百亿的台币能打多久呢 能打几天呢 那美国会傻乎乎的就送你 送你这个这个 五年一百亿美金 双手奉上请台湾笑纳 你觉得有可能吗 菲利晚餐 我是陈辉文 其实吴一农的被骗 跟你看到电视上那些专家一样 他们也都被骗了 他们就以为美国五年会给你一百亿美金 那为什么 凭什么 美国是钱很多吗 美国政府自己就国在一大堆的 他没事会给你五年一百亿美金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天底下那种白痴的午餐 美国突然对你这么好 五年之内给你一百亿美金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些年来 从1979年 中美断交以来 你看美国从我们这边捞了多少钱 那什么什么五年一百亿美金 这实在是太好笑了 那美国基本上那就是虚荒一招 所以我们这边一堆的这个就习惯性 什么意思我简单讲 就是这个国防授权法 其实因为你看到这新闻报道 你就觉得美国怎么这么挺我们 五年给你一百亿美金 然后写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基本上我刚跟各位讲 那美国国防授权法 有点像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总预算 所以其实他有一千多条的法条 在这个所谓的2023就是明年的 这个Fiscal Year 他们财政年度的这个 这个国防授权法 他一千多条 然后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就就就那几条 就三四条四五条了不起啊 所以我们根本不是重点 我们根本不是主角 前一阵子应该是上礼拜吧 我在单身广的节目 他讲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民调 问美国的民众说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是跟俄罗斯最重要 是美国经济最重要 结果认为俄罗斯重要的是一趴 一趴 只有一趴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很重要 然后我就跟单身广讲说 里面没有台湾 我们连一趴都没有 就我们以为全世界是围绕着我们运转的 结果不是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台湾也不是主角 我们只有占里面的几条 条文的几个章节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被骗了嘛 好 那我现在在想说 因为这个 我刚跟各位讲是最新的 这个外电的消息 他们有一个拨款法案 就算你国防授权法是那些条文 你要干嘛 可是他还有一个拨款法案 他有一个拨款委员会 那这个钱要怎么分配 美国明年的这些钱 他是写在拨款法案里面 结果这个拨款法案 2023的里面 没有这个支出 根本没有五年一百亿的这个项目 根本没有啊 所以美国再度的耍了台湾啊 他跟你说 我五年给你美金一百亿啊 讲是这样讲 可是我的拨款法案里面 没有这一条啊 所以我们就讲2023年好了 因为2024年 还会有一个国防授权法 2023年 美国一块钱都不会给我们了 我就讲完了 那我现在的意思说 明天 明天各大报 譬如说忠实联合自由 你们会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吗 前两天你们还在这边 看到没有 哇美国给我 五年一百亿啊 好棒棒啊 好感谢美国爸爸 看到没有 美国真爱台湾啊 结果一块钱都没有啊 啊你是在中央啊 我就觉得说 实在是悲哀啦 国防授权法 我刚跟各位讲说 我关注是从2017年啊 那时候是欧巴马总统要下台之前 2016 sign 2016签的这个2017的国防授权法 其实更早之前都有 每年都有 只是 蔡政府跟这个发帕 就是这个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发帕就是美国最大的独派团体啊 搞台独了 他们就是从蔡总统上台 然后 那个时候是川普总统 美国啊 他们就一直 一直在上面做文章啊 他他他要 他要形塑的氛围是什么 就是美国很挺台湾 美国没有忘记台湾 美国会来帮台湾 哇 这怪怪这不得了 这他就一直跟你 大内宣大外宣的这种 主旋律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就说嘛 2017年 从我个人 我开始关注这个 国防授权法到现在 他哪一年的哪一条 兑现了 哪一年的哪一条他有做 他都没做啊 他每一年都在戏弄你 那你每一年都被骗了 这个就是台湾的媒体 最堕落最悲哀的地方在这里啊 因为你每次都配合演出嘛 只要每个财政年度到时候 你就开始 下个年度的国防做选法 看到没有美国的参议院 美国的众议院 然后最后 因为两院要你一个共同的版本 然后再请美国总统 不管是拜登也好 要再签署 他唱的主旋律是什么 就是美国对台湾 好的不得了啊 你看到没有 我就跟你讲 他是整个一千多条法案里面的 其中几条的几个章节 有提到我们而已 而且从2017以来 这个就是媒体的懒惰嘛 不管是平面媒体 电子媒体就懒惰说 那你就把20 我跟你讲也不要 你就调2022的出来就好了 今年不是2022年吗 下个礼拜就跨年了 你把2022的调出来 他哪一条做 没有一条都 没有一条都 他都不会做嘛 他本来就是框你的 他本来就是要骗你的啊 譬如说 这个桓泰军演 来我们阿兹我们换哪一条 这个也谢谢帅将军跟我讲的 昨天我后来跟帅将军去牵车 这个我们停车场那边 他说96年 这个帅将军跟他讲 96年台海危机 有没有 那时候李登辉不是访美吗 然后大陆就射飞弹吗 台海危机 那时候我们97年就跟美国讲 说那我们应该要参加环台军演 我们1997年就讲了 我跟你讲 明年2023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 里面也有环台军演 它里面也写 写在这个条文里面 那我请问你 从1997年到现在也 乖乖20几年了 乖乖20几年了 1997到现在 我们哪一次去参加环台军演 没有 我就跟你讲 我们就是每年习惯性的被耍 被耍弄 就跟之前的台湾政策法一样 他就是在戏弄你 好不好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这样就说 你以为是无偿的 因为那时候条文写说 你这个不用还 不是贷款 无偿的百亿美金 美国再度的戏弄台湾 就如同我刚跟你讲的台湾政策法一样 那时候讲一堆啊 哎呀这个怎么样 什么什么驻美代表处改名啊 什么的讲的跟真的一样啊 结果我问你 台湾政策法有过吗 台湾政策法根本没过啊 那美国这几天为什么 快马加鞭的要通过国防授权法 因为里面都是钱啊 他们跟国防有关的预算是 八千多亿美金啊 所以他们很急着过 因为他是财政年度 所以他非过不可 那台湾政策法呢 台湾政策法就不重要 因为不重要 就你以为你很重要 其实不重要 美国家就 他就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 那上个礼拜跟我们有关的 我们就觉得哇 这不就专家讲的 每个专家讲的跟真的一样 一直喷口水 哇 就是一场空啊 是一场梦啊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美国就打脸你 没有 我明年编的拨款法案 一块钱都没有 Zero Zero 零 情何以堪啊 所以 各位听我们回到我们 刚刚跟各位讲 美国不欠我们啊 美国没有必要五年 给我们一百亿美金 我们也不缺这个钱啊 可是我们一个 很卑贱的心态就是 美国给我们钱 我们就好开心啊 嘿 你看到你们这些 以美的 就是以就是怀疑的 以对美国 我怀疑叫以美的 好 这些以美的论者 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我跟你讲 我不只以美 我也以共 我对大陆 我一样没信心 我对美国也没信心啊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筹码 都放在美国那里吗 当然不行啊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大陆那里吗 当然也不行啊 你不能完全靠美国 你也不能完全靠大陆啊 怎么会一天到晚 想要选边站呢 那不是很奇怪吗 环泰军演刚刚讲的 没有 汉光演习 你有看到美军来吗 也没有 汉光演习讲了十几年了 美军也没来过 还有一个是这个 我昨天在单身网节目讲 那个美国的军舰 还有台湾的军舰 可以互相停泊对方的港口 有吗 你有看到吗 也没有 他也是骗你的啊 他这写给独派高潮的 哦你看 美国的军舰可以来 美军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汉光演习 我们可以去参加美国的环泰军演 你来参加我的 我去参加你的 我们汉光演习是每年演习 是美军的环泰军演 环泰平洋的这个军事演习 是两年一次 我去参加你的 你李上网来你来参加我的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三军联合作战啊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 你没有演习过 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跟有军联合 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根本不知道 他的什么战术战法 你都搞不清楚啊 搞不好美军是被我们打死的 不然就是我们被美军打死啊 还没打到解放军 我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这个就是国防授权法 你还要被骗吗 你还要再被美国 美国就是这些人 他就一直骗你啊 你被骗你 你习惯性被骗 还是你觉得被骗无所谓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还要欢迎麦卡锡来访吗 我们要欢迎美国新任的众议院议长 明年1月3号就任的麦卡锡来吗 听说泽伦斯基现在人在华府啊 这个拜登总统要他去访问啊 这也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第一次离开乌克兰啊 我不晓得他去他去美国能干嘛 大概就是去要钱 所以我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啊 就是两岸不要打仗 避免发生战争 在避免发生战争 避战的最高前提之下 我们要如何跟对岸互动交往 这个才是重点 重点不在凤梨书跟水饺 那个都是层级很低的枝节 不要在上面耍宝 成熟一点都几岁了 还在那边玩那个什么梗 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也不是那个到底谁几月几号通知你 到底是晚一年还是晚半年什么 就讨论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那些都是很枝节的东西 我们要看大原则大方向 你不要透过 不要想透过美国去跟大陆打交道 美国他一定从中要抽头的 我们要很勇敢的直接跟大陆谈 要谈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先坐下来再谈 先坐下来谈 不要打架 不要发动什么战争什么的 先坐下来谈再说 我跟你讲当两岸能够坐下来谈的时候 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 包括美国那些破铜烂铁的军火商 你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 美国他们这些军火商 在台湾的代理商全部都倒闭了 全倒 因为卖不了军火了 他每年就是几十亿几百亿 他就飞了 没钱了 你会影响到很多 那对民进党而言 抗中保台就打不出 这牌就打不出来了 芒果干也没得卖 可是你两岸之间 你终究得是要去走到那一天 好不好 前几天 12月17号 在这个环球时报 这个是大陆的官媒 环球时报应该是 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网路版 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是一个大陆的官媒 然后他办了一个论坛 我们这个张亚中校长 有去参加 张亚中去参加 那他的题目是说 两岸统一之后 对岛内 就是讲台湾 对这个岛内的这个同胞 好处是什么 大家就侃侃而谈什么的 其实大陆的那些智库学者 他们讲的那些好处 想也想得到 也不必赘述 但是很偏颇的是 他没有去谈 如果统一之后的坏处是什么 统一一定会有坏处 我解释给各位听 就说南北韩 其实南韩有很多人是反对统一的 好除了北韩的这个穷兵独武之外 他们很担心北韩的这个 常年累积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问题 会拖垮南韩的这个财政 所以南韩是有人反对统一的 当然南韩也有人主张统一 anyway 然后呢 我跟各位讲 我们跟大陆统一的话 我们会有好处也有坏处 对大陆而言一样 对大陆一样会有 会有好处跟坏处 如果两岸真的统一了 习近平他们的台湾牌就打不了了 就统一了你还打什么台湾牌 台湾就收回来了 历史上是一个很巨大的成就 统一了 可是我没有台湾牌可以打 我要再去想别的事情来团结大家 来同仇抵抗 那你把台湾收回来 我的意思说 对两岸而言 他是有利有弊 不同的层面 我并不是说 我们统一大陆会拖垮我们的经济 现在大陆已经不是无瑕阿蒙 是我们会拖垮人家经济阿 大陆的整个经济的量体 已经大到那个程度 当他们还没有办法 让全部的人都富起来 可是他们至少朝这个脱贫的方向去 去努力阿 我现在谈的不是经济不是我 南北韩那个我是举例的 好就是说他们觉得北韩这个很穷困啊什么的 那我的意思说统一来讲对两岸是各有利弊 那就是你要坐下来谈嘛 你也不晓得你要你要失去什么 你也不晓得你能够得到什么 好你也跟对对岸对方啊 互相的这个好这个沟通 彼此要有让步 有舍有得 那是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谈判的过程 好那有的你说那我不要 我要维持现状50年不变 你不要来打我我也不要打你 我不要台独你就不打我 有些人有这种论调 我就不要点名 他说只要台湾承诺不台独 老共就不要过来 现在你是习近平啊 你决定啊 你想的美啊 没有这种事情啊 他就是要跟你摊牌的 所以不管你2024选出的总统是谁 他都是要摊牌 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统是谁 谁要负责去跟对方谈 要怎么谈 他摊牌是必定的 他要触筒 那我们这边根本就什么都没准备好 那每天还在康中保台 那不然就是拿凤梨酥跟水饺在那边耍宝啊 这个城市不够够 背对晚餐 我是陈维文 这两天这个郭台铭跟薛瑞元部长啊 关于BNT的这个疫苗部分 有着互相的口水战这个我就不谈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媒体啊 这个捧锅舔锅的要抽号码牌 我就不去趁这个热闹了 要对郭台铭歌功颂德 这个push他去选总统的人多的是 不差我一个 这个我就不谈了 因为其实这个BNT疫苗 我们讲了一年多了 从去年讲到现在 那他们讲的内容 没有超过我当初讲的范围 我就不重复了 这个我都讲过了 我们来谈谈这个高端疫苗 静周刊 静周刊啊 高端疫苗写了这么多 哪一则是真的 我公开质疑挑战静周刊 我对视不对人 静周刊写了这么多 高端疫苗的新闻 哪一则是真的 所有对高端疫苗 有利的利多的消息 静周刊写了一大堆啊 从去年到现在 所以高端疫苗的拉拉队是谁 高端疫苗的推销员是谁 静周刊也要这个 记上一功啊 我就说你写 高端疫苗这么多新闻 哪一则是真的 好我们看 静周刊在写 高宏安的案子 我认为侦查 终结会剩5% 那这个5%呢 我怕只有长江一号听得懂 所以我来做个解释 这我在节目中有讲过 当年啊 我们在讲扁案 2008年 陈水扁的弊案 叫扁案 啊那真的是 这个 那真的是 从头讲到 每天都是讲 没有在报题目的 就通通都是扁案啊 那时候你听我的 《非烈晚餐》的这个录音档 我没有再换题目 就每天都是扁案 扁案扁案扁案 一直讲啊 各台都是讲 没有一台不讲扁案的 每天报纸打开 都两三个版都扁案扁案 我就说啊 我2008年 2009年那时候就讲 我说最后起诉啊 恐怕只有5% 这5%是一个形容词 啥意思呢 就是你媒体 写的天花乱坠啊 大家也讨论的如痴如醉啊 可是你讲了一大堆 最后在起诉书里面 有写的 大概就是只有5% 好 那另外95%是什么东西 另外95%是什么 你自己去想 那静周刊写高宏安的案子 写到这个地步 我就跟各位讲说 我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 如果高宏安真的去恐吓证人 他早就被收押了 高宏安敢去恐吓他的证人吗 威胁利诱请吃饭 小以大意 然后拜托你不要把我供出来 拜托你跟我一起勾串什么 如果真的高宏安这样做 他早就被收押了 我现在是在跟你讲社会新闻 不是我个人对高宏安的好恶啊 我不相信他会去做 他如果做这事情 他怎么可能60万交保了 你也好了 写到这高宏安 这个静周刊写到那地步 我主要觉得有些媒体人 连这种判断的能力都没有 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呢 那天的这个说八张搜索票 这个算大动作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大动作 就是因为你你这个案子 你这这种类型的案子 你看得太少 所以你觉得兵分八路是 其实没有啊 因为 譬如说高宏安的立委办公室 高宏安的住处 高宏安爸爸妈妈的内湖住处 高宏安的男友 高宏安的这个 这个办公室主任 我刚刚这样一数就五张了 高宏安的办公室 高宏安的住的地方 高宏安爸爸妈妈住的地方 他男朋友住的地方 他的办公室主任 就这样就这样 至少就要五张搜索票了 所以不懂的人 外行的人就觉得 哇 检掉怎么这么大动作 啊怎么这样子 那是因为你你你你比较 你比较陌生 像我们在跑这种的 就一般的案子 他开个十几张搜索票 这个就是你的 你要你要去 你要申请搜索票 是由调查官 要写侦查计划 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这张搜索票 你写完侦查计划 你要报给检察官 检察官审阅之后发现 嗯 这个的确有搜索的必要 然后检察官 再跟法官申请 所以搜索票是要法官准的 所以我看来高宏安这个案子 我唯一比较纳闷的是 为什么要去搜索高宏安 爸爸妈妈住的地方 这个我就看不懂 那因为我不是 我不是检掉人员 我看不到这个侦查计划 那为什么调查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他们有办法说服法官说 高宏安他爸爸妈妈的住宿 是必须被搜索的 你合理的怀疑是什么 可能高宏安周休日会住那边 会陪他爸爸妈妈吃饭 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法官准了 法官签名了 盖章了 搜索票核发了 那就去搜索 那高宏安他也可以拒绝夜间真讯 你说什么马拉松真讯 那是因为你外行 你也可以拒绝夜间真讯 你拒绝夜间真讯 你不能回家 说我拒绝夜间真讯 我回去追剧 我要回去打电动 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就留在真讯室 他不会给你上手铐脚疗 但是你不能离开真讯室 他会有调查官陪着你 监视器照着你 但是你不能离开 但是我不真讯你 你可以睡觉 但是你不能对外联络 你可以跟你的律师 讨论什么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说 那我要回办公室 我要回我家 不行 你就只能留在真讯室 这个叫做拒绝夜间真讯 那你拒绝夜间真讯之后 你的时间就移到第二天的日出 日出是以中央气象区公布的当天日出时间为准 日出开始我又开始做笔录了 那你拒绝夜间真讯就不是马拉松 但是你的真讯时间就会拉长 因为你等于是要在真讯室过夜 那我再回到这个八张搜索票 这个算大大动作 这个这个争办吗 不算啊 我这样讲 我没有任何骄傲 或者是因为你看的很少 你外行啊 你以为八张搜索票很多吗 我跟你讲 我那天不是去查那个陈明文的案子吗 陈明文一百万交保 但是没有被起诉的案子 我特别去调的那个新闻啊 当天啊 检察官啊 申请了61张搜索票 就为了办张花冠跟陈明文啊 61张搜索票 你知道61张搜索票要几个调查官吗 你至少至少要 一百多个吧 你不可能一张搜索票一个人去 不可能了 你至少三个人一组 甚至四个人一组下去搜索 你一个人去你怎么搜索 他动员几百个人 61张搜索票办陈明文跟张花冠 那个大普美什么 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啊 什么园区的一个案子 很多年前啊 那八张搜索票 你在那边痣痣痣痣 那61张搜索票是什么 超家灭族啊 所以他并不是大规 因为你外行就 静周刊写什么 你就你又念什么 啊剪掉大动作 八张搜索票怎么会是大动作呢 高宏安的住处 高宏安的立委办公室 高宏安爸爸妈妈住的地方 他男朋友住的地方 他办公室就这样就五张了啊 我是不晓得另外三张去哪里啊 搞不好他的助理什么的 又一张什么的 就这样就八张 这样有大动作啊 没有大动作啊 是你被骗了 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啊 那还有人说是这个 剪掉放话狗仔队 放话狗仔队干什么呢 我不晓得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有人相信剪掉放话给狗仔队 for what 炒新闻 因为我跟你讲啊 我我就说我要讲这个新闻 一定要先秉除我个人对高宏安的成见 我跟他的什么 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恩怨啊 好那什么什么赌鸡牌捐十万 那个都是过去式那个不重要 我说这个助理费案子 在我们社会记者来看 他是个小案子 他没有那么重要啊 不就说那个A的钱六十万 这六十万这个是小案子啊 这有很大吗 这个就我就就整个 检掉办的案子来讲 这个不是什么大案子啊 不是什么错综复杂的案子啊 六十万交保是重保 一般案子 你看那个交保金额都一万两万三万那种 你看的会哈哈大笑 六十万算是重保了 可是我就就这个助理费的案子本身也 他并不复杂 并不是什么光怪陆离什么 什么暗藏闲击什么 没有啦 这就是个很单纯的案子啊 我也不晓得这种案子请调查局办是什么 因为这个根本不难 这个可能分局的侦查队去办都绰绰有余 他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把资料摊开了比对一下 案子就可以结了 这没有什么好查的 那你说检调放话 检调放话 为什么检调放话呢 放话是有钱可以领吗 我不懂你的动机是什么 这检调为什么放话呢 唉 我跟你讲 我不相信检调会放这种话 检调他们想的是移送跟结案 谁在跟你放话是 其实就是媒体没有判断力 所以呢 只好把镜周刊拿来抄一顿 就镜周刊写的我们就得抄 因为绿媒他们就是锁定要讨论高宏安 那他们忠实联合自由翻烂的没有东西可以抄 他就抄镜周刊 因为他们不晓得要谈什么 那就一直谈高宏安 很像全世界全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宏安 显然不是 你谈过头了 你就一天到晚在谈 那你就要抄镜周刊写什么 你就抄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争论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 他的问题是我的节目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我要谈什么 我的来宾我要找谁 找那个会讲的 不能找那个据点王 收视率不好的也不能找 然后我两个小时我要谈什么 就谈高宏安 没有资料 中史联合自由没什么好抄 那抄镜周刊 管他真的假的先抄再讲 不然这两个小时要谈什么 这两个小时你不谈你今天节目做不下去 先抄再说 台湾的媒体很丢脸就说 从以前的一周刊到镜周刊 我对镜周刊很多批评 但是我比较你看不起狗仔队 但你拼命抄狗仔队 以前在一周刊全盛时期 那时候还没有进周刊 每个礼拜三大家是抱着一周刊 在抄看今天一周刊写什么就抄什么 中史联合自由都被打趴 都被苹果日报被都被一周刊都打趴 一周刊写什么你们就得抄什么 你完全只能跟着那屁股后面 当时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的 各大新闻台的头条都是一周刊 因为一周刊出刊了 你不抄都不行 那你不是看不起狗仔队 你怎么还抄狗仔队呢 台湾的媒体就是这么不要脸 我看不起你 但是我要抄你的 你们这些狗仔不入流的 你下一期封面写什么 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 或者出刊之后 你那个被害人的那个 那个赖你有没有 被害人的电话你有没有 我要联络被害人 我要联络当事人 又跑去求狗仔 所以媒体会被人家看不起 不是没有原因 所以我也不要跟大家在这边 这边怎么赌鸡牌什么 那莫名其妙事情我也不再做 你就等着看 因为他最后一定会症结 刚好看这案子 他不会拖太久 因为没什么好查的 你相信我 不是很重要的案子 说不定农历春节前就把它解掉了 因为不重要 即便高宏安要被什么起诉判刑什么的 那是他要去面对官司的问题 他不是很复杂的案子 好不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将来他一定会有一个起诉书或者处分书 昨天有一个人给高宏安建议说 把法律问题政治化 这个我是看了哈哈大笑 这还要你讲 他早就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了 你是后知后觉 他早就这么做 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了 可是毕竟他还是一个 一个诉讼案子 我现在不谈高宏安 最后有罪无罪 起诉不起诉 我的意思是说 当台北地研署把案子查完了 你再回头看 现在镜座刊掰的那些东西 我认为是剩5% 没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我都觉得很累 因为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我只是随波逐流 这个混口饭吃 等到下个礼拜镜座刊再出来说 大家还是抄 各大正论节目还是抄 看镜座刊掰什么 你又去抄什么 就继续炒作高宏安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案子 一直炒一直炒 去把高宏安 行硕成为查弊的英雄 就很像当年 他们在行硕 柯文哲要去查 马英九跟郝龙斌弊案 他是一样的套路 只是很多人还是看不出来而已 我也懒得去那个了 我这样讲我都觉得讲一讲 讲一讲我都心情不好 有很沉重的挫折感跟无力感 我也没有很努力 但是我改变不了 这个台湾非常畸形 而且糟糕的 这个整个媒体舆论的大环境 我改变不了 我只能混口饭吃 这个昏昏饿饿 我顶多只能做到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很痛苦 因为改变不了 然后 有点抱怨 这一点很抱歉 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 谢谢再见 请大家中国人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